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到牛爷爷的书法 今天我们学的字来自杜甫的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集从八侠穿乌侠八字的写法 八字横折 这个横不要写得太长 写太长以后头盔太大 底边这个横要写得平稳出钩 要写得饱满 空当要大一点 这就要求我们写竖的时候写得稍微长一些 出钩之前再把这个横写得长一点 这样这个空当就会大或完整地把这个字写一遍 横 折 横不要太长 中间这个可以写成一个小点 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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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写得长一点 弯过来 平 然后再出这个勾 好 这个八字就写好了 小朋友 你们也写一试试 你再写一个八字 这个树稍微往右斜了 往左斜一点点好看 这样会好一点 再有你看你这个八字上面这个横呢 我们要求这个地方写得短一点就好看 你现在这个头太大 这个地方显得太小了 我们把这个上边写得短一点 双钩写得长一点 就好看 是吧 这样呢 有紧 有松 有密 有疏 这个字才好看 好 八字就写好了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对耶 我学会了 这就是八字了吧 牛爷爷 我们知道了 这就是八山夜语的八字 对了 小朋友们 还可以跟着牛爷爷的书法儿歌 一起练习 八字红着不写快 左树少写向左边 树长蓝屏勾书卷 维持一个大空间